主席 各位委員 2470天 2470天 这是在2017年8月12日 全国司法改革会议 总结会议 到今天 间隔的时间 2470天 这一个 承诺台湾社会 要制定 公私合并 吹哨者保护法的 民进党政府 跳票的时间 制定吹哨者保护法 不仅仅是 我们在斯改国事会议 的承诺 更是我国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下面 所承担的责任 我们在联合国反贪腐公约 第一次 第二次 国家报告 上面白纸 白纸黑字的写 我国的政府 在研定 公益接壁保护法 请问 这一部 公益接壁保护法 到底在哪里 我今年 回到立法院 在第一次 行政院院长总质询的时候 我就请教一下 我们 陈建仁院长 行政院版的 吹哨者保护法 什么时候 要交出来 他告诉台湾社会 他要演绎 演绎到今天 行政院长陈建仁 要率内阁总职了 请问行政院版的 吹哨者保护法在哪里 依然不见踪跡 这是为什么 民主进步党 在推动司法改革的时候 让人民失望透顶 任何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 都知道 制定吹哨者 保护机制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够让 勇敢要站出来 揭发弊案的人 竟然 要面对 来自于权贵 来自于财团 来自于那些 作奸犯科的人 他们无止境地追杀 在我国的历史上 吹哨者的血泪斑斑 有人被杀 有人家破人亡 有人整个人生都毁了 但是我们的政府 无动于衷 提不出一步 吹哨哨者保护法出来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的招委吴中宪 听到社会各界 应切的期盼 终于把吹哨者保护法 排上一层 台湾 制定吹哨者保护法 不仅仅是我们向文明社会 所做下的庄严承诺 更是我们要清楚地 告诉全国人民 这个社会 不能让坏人精神抖擞 好人 却已经疲惫 今天要提的第二个法案 是有关于加重诈欺罪 刑法339条之四的规定 我曾经 以台版柬埔寨 首脑 蓝道 在司法法事委员会的公订会 当过例子 这一位加入了黑帮的诈骗组织 犯下31个加重诈欺罪 我们的政府告诉人民 加重诈欺的法定刑 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但有没有人可以解释 为什么犯下31个加重诈欺罪的蓝道 他一天的牢都没有做 他一天的牢都没有做 在我们层层 法律的解释试用下 12个加重诈欺罪 宣告刑6年 执行刑剩下10个月 最后 一辅劳动 一天牢都没有做 另外犯的19个加重诈欺罪 宣告刑21年 执行刑2年 最后宣告缓刑 一个牢也没有做 这样的司法实务 这样的刑事司法 我们在传递给社会 传递给我们的年轻人 什么样子的讯息 太好赚了 太好赚了 犯罪的成本 趋近于你 我不去参加诈骗集团 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前途的 这位南道 一路 在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下 从诈骗集团的小弟 一步一步走到首脑 最后犯下令人法子的台版柬埔寨 这样的案件 不需要我们的政府痛定失痛吗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上 所出现最荒谬的状况是 当如果是用犯罪组织的形态 来去进行诈骑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是源自于美国的RICO法案 在美国的RICO法案之下 如果是以组织的形态 去进行特定的犯罪行为 那个是刑度啊 一下子就拉高 为什么 因为从犯罪本身行为的罪值 可责性会造成对法医的侵害 组织犯罪 比个人犯罪也好 三人同伙去犯也好 它严重的沉住 严重太多了 但在我国目前 刑事司法的操作下 透过想象进何 从一种处断 组织犯罪 不用论 直接论339条之事 这是长久以来 我国法院操作的现状 也是我国目前刑事司法 在实践上 为什么没有办法有效的打击 透过组织犯罪的形态 来进行诈骗行为 最深层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台湾民众党党团 我们今天一方面 针对崔少泽保护法 提出党团的版本 另外一方面 针对犯罪组织 进行诈骗行为 我们认为 绝对不能 再让他想象进何掉 绝对不能 再让他透过想象进何的 抽象法律概念 在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当中 把他的罪责 把他的恶行 把他的死害 全部都蒸发掉 所以我们透过 339条知识条文的修订 希望能够大幅加重处罚 犯罪组织 进行诈骗的行为 敬请各位委员支持 以上 谢谢